同学们 你会系鞋带吗 现在我问大家这个问题 同学们一定会嗤之以鼻 谁不会啊 我们幼儿园时 老师就开始教我们如何系鞋带 年轻人又喜欢穿运动鞋 怎么能不会系鞋带呢 可是刚刚系好的鞋带 走两步或者跑两步又松开了 相信在生活中 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烦恼 特别是跑步途中遇到鞋带开了 停下来吧 影响节奏 接着跑呢 又影响心理 而且奔跑中鞋带开了 会绊倒自己 这是比较危险的 北京奥运会白米飞银大战 上演了另一惊奇的一幕 亚美加运动员 世界纪录保持者伯尔特 在最后20米明显放慢了脚步 虽然他轻松夺冠 并打破了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 但什么原因使他慢下来的呢 晒后镜头显示 伯尔特在最后20米时 他的鞋带开了 鞋带松脱在日常生活和运动中 是非常常见的 一般来说 我们系鞋带保证脚比较舒适 不会闪开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爱运动的我们来说 鞋带技法有讲究 如果采取了正确的技法 鞋带松脱的可能性 就会大大降低 根据史料记载 早在5000多年以前 人类就已经运用了鞋带进行装饰 考古学者 在中亚国家亚美尼亚的 一个山中洞穴里 发现一双估计有 5500年历史的皮鞋 这是目前为止被发现 年代最久远的皮鞋 那双保存良好的皮鞋 鞋头和鞋后跟 都有鞋带装饰 现在鞋带广泛应用于 各类运动鞋 休闲鞋和正装皮鞋 在追求个性与时尚的当今 鞋带已经不仅仅被当成一种 功能性产品 它更是一种时尚配饰 用于搭配不同的穿衣风格 是展现穿鞋个性的最新配件 现在我和同学们一起学习 最普通的 也是最简单实用的鞋带的打击方法 穿上鞋后 把鞋带各节拉紧 拉直鞋带两端 鞋带两端交叉 左侧鞋带在前打一半截 将鞋带两端分别回折 各形成一个绳环 两绳环交叉 测试注意 第一次打半截交叉时 左侧鞋带在前 那么第二次交叉时 右侧鞋带要在前 将一个绳环绕另一个绳环 再打半截 拉两个绳环 收紧 要注意 不要将绳环拉开 也就是要留活头 控制住鞋带末端长短 勒紧在根部 这样一个蝴蝶结就打好了 我们认真观察会发现 对于一根鞋带来说 绳头和绳根 是处于同一个绳环中 而且绳头和绳根 趋于平行 细心的同学可能又发现了 说 老师 这不就是平结留了活头了吗 是的 在讲平结的时候 我们提到了平结的 衍生结 蝴蝶结 实际上 我们系鞋带时 打的结就是蝴蝶结 但是 很多人把这个结 打成了外行平结 也就是祖母结 而祖母结 容易滑动 而导致松脱 同学们 你们现在就看一看 自己记得 是不是祖母结呢 好了 大家试一试 是不是像我们 现在教的这样系鞋道 更美观 平顺 更介绍了呢 这两天 大家认真观察 体会一下吧 还有一个更保险的选择 就是 在打蝴蝶结时 左右分别以鞋带的双骨 在完成蝴蝶结时 再多绕一圈 这样 鞋带就不容易松开了 只要这样 还是先打完半截 再打第二个半截 这时候绕一周 再要第二周 收紧 调整好鞋带 再收紧 完成 这个鞋带的方法 比较适合 经常跑步的人 同学们 大家想一想 生活中还有哪些时候 会用到蝴蝶结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